通俗简明的三字经 每一句话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故事 商汤伐夏建立了商朝 创造了辉煌的殷商文化 而末代君王商朝就和夏节一样 惨爆荒淫 商汤是如何推翻夏朝人 而对于商周王的功过是非 钱文中教授又会怎么评价呢 为什么说殷商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 做出了杰出贡献呢 请听复旦大学钱文中教授 解读三字经系列 第十九集 创造了杰出贡献呢 中文字幕——YK 都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 这里短短的十二个字 讲出了一个朝代六百年的盛衰兴亡 贤明的商堂成功讨伐了黄银残暴的夏节 建立了商朝 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殷商文化 然而历史却惊人的相似 五百多年后 商朝出现了一个和夏节一样的暴君昼王 商周和夏节都有哪些相似之处 对于商周王的功过是非 钱文中教授又会做出什么样的解读呢 为什么说殷商文化为世界文明的发展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请听复旦大学钱文中教授 解读三字经系列 第十九集 汤伐夏 和浩商 六百载 自咒王 这就是讲商朝的历史 商 原来是在夏朝 国都 东方的一个小国 商 应该原来就是一个部落的名称 这个部落叫商 汤 是商灭夏 后来成立的商朝的第一位君主 当然 他不可能是商族的第一个首领 他之前还有好多商族的首领 但是他是商朝的开国君主 汤的名字有很多在中国历史上 中国历史上就有一句话叫汤有七名 汤有七个名字 恐怕还不止 商族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今天的河南北部 河北南部和山东的西南部 这么一块地方就是商的活动区域 到了汤 实际上已经传了十几代了 他们的国度也一直是搬迁的 经过八次迁徙以后 商朝的国都才搬到了今天河南的商丘 河南这个地名商丘 就是因为他做过商朝的首都 才得了这么一个名字 商族这个部落在当时相当的有地位 为什么相当的有地位呢 商族的祖先原来在姚的手下 担任过负责教化的官员 负责教育啊 教化的官员 他别的祖先呢 又曾经协助过大鱼治水 所以整个这个部落 在当时众多的部落当中 拥有特殊的地位 到了汤担任这个部落的首领的时候 或者担任商国的小这个小国军的时候 商的这国力啊 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强大起来 一个国家的强大 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是就伤的强大 我们后来首先就归结为 汤的为人 非常的仁厚 非常的仁爱 史记里边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 说明汤的为人 非常的宽厚 仁爱 汤有一次啊 外出游玩 走到一个树林子里头 看见有一个人 张网 在那里抓鸟 古人抓鸟都是用网的了 古代的鸟比今天多嘛 今天张网也对不到 可古人张网 就听见这个人啊 在那里喃喃之语 自己嘚啵啵啵啵啵啵什么呢 不论天上来的呀 还是地面来的呀 还是四面八方来的鸟啊 都飞进我的网里来吧 就这个人在那里嘚啵啵啵像念咒一样 那么这个汤听不下去 汤就对他说 说你啊 太过分了 你这样不就网尽杀绝了吗 你撤掉三面 留下一面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成语网开一面的来源 汤就说 鸟啊 你们愿意往左的就往左吧 愿意往右的就往右吧 你们中那些不听我的话的人 就钻到往里来吧 这是汤在那里说的话 他当时是网开三面了 但这个故事慢慢就变成网开一面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汤的国人爱 对鸟都那么能爱 那对人当然就不用讲 汤的名声就传播出去 所以就导致很多人啊 来投奔他 来投靠他 那么在古代 一个小国或者一个部落 人口众多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伤在汤的时候 人口开始增多 汤的势力开始壮大 作为一个小国的国君 汤非常仁爱宽厚 美好的名声让很多人来投奔上 然而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 光靠仁爱是不够的 那么汤还用哪些卓越的能力和胆识呢 汤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极其善于用人 汤擅长于在人群当中四把人才为他所用 在这方面最有名的佳话 就是汤 是把乙银 曾经汤好心把这个乙银送给杰的 他进攻给夏王 希望能够协助夏王来自己国家 哪知道夏杰把他赶跑了 就这个乙银 这个乙银本来的身份极低 低到什么地步呢 他是汤的妻子陪嫁过来的一个奴隶 身份低到这个地步 那么低的身份能够干什么呢 汤就让他在厨房里干活 做饭去 而这个乙银是一个有才能的人 他为了让汤知道有自己这么一个厨师的存在 他怎么让汤知道呢 照道理说一个厨师天天把菜做得很美味 怎么 国王就一定知道你了 不会吧 国王只多说 今儿的菜不错 也就完了 汤不怎么 乙银不这么干 乙银今天把这个菜做得美味无比 明天就把这个菜做得难吃无比 今天把这个菜做得淡出个鸟来 明天就做得咸的能打死蔓延的 汤这个就想不明白了 你这什么回事 你这厨房 这什么人呢 没个准 那么按照一般国王 我就把你拖出来砍了 我换一个 但是汤非常的宽厚 他不会随意杀人的 乙银也吃透了汤这点 所以汤就把这个厨师给叫来问问 一叫来一问 这个乙银就以奴隶的身份 得到了建国军和国军交流 向国军惨罚自己的韬略的机会 洋洋洒洒就打动了汤 汤一下子就把这个故意乱做饭的厨师 提拔成了右下 提拔成自己的左膀右臂 来帮助自己智力上 那么也正是在乙银的策划下 谋划下 商开始 从长计议准备灭下 下劫当然不是个窝囊费 上次我们讲过的 下劫也注意到你这个伤不对 好像在动我的脑筋想干我 所以劫担心汤的势力过于强大而威胁自己 他有一天就招汤进都 就下令叫汤到下的国度 那这当然不能违抗的 汤明知有危险 只能去了 去了以后就让杰给扣留了 不让回去了 杰也是很厉害的 那那个时候又是这个乙银在后方拼命的贿赂 下劫身边的官员 用各种手段 让这个汤得以释放 回到了自己的商国 这一下不就是放虎归山吗 你下朝太腐败了 你皇帝身边的人都受了贿赂 把皇帝这个此对头给放走了 这一下汤就在乙银的辅佐下 开始紧锣密鼓的行动 乙银确实了不起 这是一个谋略非常深层的人 他不是那种盲动的 他先从剪除下劫的羽翼开始入手 一方面扩展自己的势力 一方面去看看 下有什么反应 你下劫有什么动作 在乙银的大力协助下 汤开始慢慢试探下劫的态度 他们以正当理由 连续攻去了几个荒唐无道的国度 扩大了自己的厉害 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 接下来 到了直接试探下劫反应的时候 一页又提出了什么的计划 汤又是怎么做的呢 而发展了一段时间以后 非常昏溃的下劫 好像因为把汤放回去了 你也拿了汤的钱 收人的好处了 好像没什么反应 这个时候汤就准备攻灭下劫 但是又是乙银非常厉害 乙银就劝汤慢一慢 我们还是要看看他的反应 怎么看呢 咱们不进贡了 因为原来你夏朝是所有部落小国的宗主吗 每个小国家要进贡的吗 进贡是小国家的义务啊 乙银说咱们先不进贡 看看夏朝的反应 汤就根据乙银的谋划停止进贡 不给了 夏劫就下令救遗嘱 乙银就是不是中原的这些民族了 周围这些民族进攻 商国 乙银一看 这个九一族还听从始夏劫的命令 夏劫还有号召力啊 赶紧就叫汤道歉且检讨 但是很厉害的 汤赶紧恢复进贡 认错 哎呀我是忘了啊 我不是故意不进贡的 又这么等了一年 他发现时期终于到了 因为原来听从夏劫指挥的九一族 也开始民怨沸腾 逐渐和夏朝离心离德 这个时候汤和乙银才决心对夏朝大驱进贡 夏毕竟已经加天下四百多年了 你以上一个小国想推翻夏的统治 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汤和乙银非常的胜重 他们做了一件事情 在当时不多见了 就叫汤召集将士 有汤亲自领着将士士 我们今天发表的士士宣言 我们要去干什么要士士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开始士士 汤说 这有古籍记载的 赏书里边有记载的 有汤士 我不是敢进行叛乱 我不敢进行叛乱 实在是这个劫作恶多端 老天的旨意要我消灭它 我不敢不听从天命啊 汤就这么试试 接着汤宣布了非常明确的赏罚条例 有供怎么赏 有过怎么罚 汤汤借着上天的旨意来动员将士 再加上当时各国将士也恨不得这个劫 早点灭亡 只不过没有一个领头的 那么一看有领头的 大家当然非常响应 作战非常的勇敢 下朝的军队和商国的军队就在明条 哪里呢 今天山西运城的安义政的北边 山西运城附近打了一仗 杰得到消息以后 他不是个窝囊匪 他马上率军赶到明条 这是御驾清征啊 后来的讲法 两军交战 杰就登到旁边的小山顶啊 观战 这个时候 一场大雨 从天而降 杰啊 赶紧 他也是这个实在太腐朽了 他淋不得雨 他赶紧从山顶下跑下山去躲雨 这个一跑 跑出山来 下朝的这些军队本来就不愿意为你下劫卖命 一看你这国王带头跑 他不知道他是躲雨啊 圆圆看过去你跑了嘛 一轰而散 下劫只能仓皇的逃到城内 商君在后啊 紧追不舍 劫在国都里也不敢就来 明白的就要攻破了 就带着这个喜欢听那个声音的魅喜 和珍宝坐船渡将逃到了南朝 南朝是哪里呢 今天安徽的朝县附近 逃到那里去了 后来也逃不脱什么结果的咯 汤派兵追上 就把这个夏劫和魅喜给抓住了 抓住了以后 汤很宽厚的 也不杀你 就让你带着你喜欢的魅喜啊 流放在这里吧 安徽这个地方当时还是很荒芜的呀 不是今天啊 结和魅喜 养尊处优嘛 习惯了 他又不会干活 所以一种说法 就是在这里啊 活活饿死了 还有一种说法 结是最后病死了 不管哪种说法 夏朝宣告灭亡 这个嘉天下就宣告灭亡 就这样 夏朝就被新兴的商朝代替了 历史上 对于这次商法下的战争 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我们谁都知道 叫什么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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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这个词 最早就是用于这场战争 我们今天讲的革命这个词 就从这来的 当然今天革命的意思 跟当年商汤功灭夏节的革命的意思 这不是这个意思 当时的意思是 改革天命 叫革命 原来的天命在夏朝 现在的天命在我商朝 革命命天命变革了 当然不是今天这个意思 汤做部落首领 做了17年大概 做商朝的开国国君 做了大概13年 也就是说在位30年 并故 商汤是并故的 并故以后 根据史记记载 什么呢 不分不数 一看就是一个非常贤明的王 什么叫不封呢 埋好了以后 不去起一个陵墓 这上面的土叫封土 就我不堆起来 就这样埋了就算了 潜葬 不树什么呢 不在坟上种树 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 一般坟上要种棵树的 不封不树 所以严格意义上讲 后人是没有人知道 商汤葬在哪里 无命圣灵后 商汤对待夏节的态度 再次表现了他的宽厚人爱 而他对自己身后室的安排 也让我们再次想起 大陵的国造代理 正因为有了汤这样一位圣灵君王 为商朝才打下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以至于后来有了辉煌灿烂的殷商文化 那么商朝又是怎么摔落的呢 时代以后 商王盘根 将国度从今天河南洛阳的烟丝 也就是玄奘的故乡 迁到了英城 就是今天河南的安阳 他把国度从河南洛阳的烟丝 迁到了今天安阳 所以经此后的商朝 时代以后 商王盘根以后的商朝叫什么 殷商 殷商不是那个殷实的商人的意思 不是非常富有的商人 他就是国度叫殷商朝 现在的考古工作者在殷商这边发现了许多大型的贵族墓障 出土了无数珍贵的文物 对殷商的考古是非常成熟的 考古发现非常成熟 足以证明当时商朝的高度的文明 商朝总共传了十六代 三十个王 这期间 当然也出了不少的危机 因为他也是加天下 他革了下的命 他还是加天下 但是这些危机都安然度过了 没有引起什么太大的事 到了最后一代国军咒王的时候 出现了和夏节一模一样的情况 风水轮流转 那我们首先就要搞明白这个商咒王 忠于咒的这个商咒王是怎么样一个人 根据史记的记载 商咒王跟夏节很像 知节遍及文件圣明 财力过人守格猛兽 知足以俱见言足以是非 仅能成以能高天下一生 以为接触己之下 什么意思啊 广问不见 知识愿不 思维敏捷 身材高大 威猛 力量无穷 可以徒手和野兽搏斗 就没事就跟狮子老虎可以摔跤玩的这么一人 是一个非常 又是一个文武双圈的人 他的智慧 足以让他拒绝忠言 你向他觐见 他比你还聪明呢 两句就把你搁强脚了 是吧 他的言谈足以掩饰过错 他非常善变啊 他明明做错一件事情 惊他这么一嘚巴 好像立了一个公义啊 你还不好说他 能力足以向城下自夸 他的大城里边还没有人谁能力比他强的 很厉害 声望足以轻视视人 商众王很有声望啊 最起码老百姓很怕他 很畏惧他 他那么高的声望就是他 你这种臣子我不要看 你又帮不上我什么忙 他认为天下的人都不如他 这么一个人 如果是这么一个人的话 你也只不过比较骄傲嘛 问题是他的毛病不至于此 他跟下节的毛病一模一样 好酒好淫必于妇人 那达姬达姬之言是主 喜欢这个 这种美女 其中最有名一个达姬 这中国人都知道 不一定地球人都知道 中国人都达姬 他呢只要是达姬的话都听 为达姬之言是主 不祭祀 他把这个祭祀鬼神的事情给忘了 这在当时是很要命 一个帝王你不祭祀 老百姓也认为你不合法 大家也觉得你太过分 历史经历的相似 五百多年后 商场的王国之君 周瓦和夏节十分相似 同样混乎双全 同样贪恋美丝 同样傲慢无敌 但商周和夏节还有一些惊人的相似 他跟夏节最像的在哪里 诸位知道吗 以酒为池 玄肉为灵 酒池肉灵 这个典故 这个成语就出在他身上 就是讲商周王 我们形容一个人 交涉淫义 奢侈无比 荒唐 荒淫叫什么 酒池肉灵 这个人过着酒池肉灵的这种生活 油油挖了一个大池塘 里面全有酒 好像这些昏君都不大奈烦拿瓶子喝酒 也不奈烦拿钢喝酒 他非得挖个池塘来喝酒 肉灵把一条条的肉 吊在那里 像树林一样 要吃就割 就这么一个人 而且他又和夏节一样 你造了酒池肉灵你就造吧 他还叫好多男女裸体 在这个肉灵之间穿梭 他在旁边看着取乐 而这个人还激动的残忍 怎么残忍 两件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恶命 第一个炮烙之行 什么叫炮烙之行 拿一个铜或者中间空的或者不空 咱们已经没有把它恢复了 拿一个铜管铜柱子 底下架上柴火烧 把这个人绑在上头 谁要向他敬见的 谁要反抗他的 谁要劝他 你别那么荒淫的 我先给你绑上头 叫炮烙之行 大家想这个人还有个好 底下生着火 铜柱被烧红 这个人就活活的被弄死了 对吧 这是一个 第二个很有名的 笔干 就是商助王的一个臣子 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 贤臣 笔干看不下去了 你这个商助王那么的荒唐 就向他敬见 商助王怎么回答 来了一个圣人 他嘲讽着笔干 你自以为你是圣人 我可是听说 圣人的心有蹊跷 来来来来 把他的心抛出来 我看看 就把笔干当场活抛 原来你的心没有蹊跷 你算个什么圣人 就这么一样一个人 所以他身边的好多大臣 有才华的人 有良心的人 看不下去的人 守着这么一个暴君 好多人就离开他 就跑了 就离开他 逃掉了 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个逃的 一个就是非常著名的姬子 逃到哪里 逃到朝鲜半岛 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 就是朝鲜半岛的有一只人就是姬子的后代 一直有这个传说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他的一个太师 也就是说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大神了 就带着他的祭乐器 投奔了周 大家知道周灭伤了吗 他把你祭祀鬼神的乐器 礼器给带走了 卷走了 带着这些东西非常重要的 这个东西在今天我们看来 也就是个乐器 古人不这么看 祭祀的礼器是神圣的 你把这个礼器给丢了 你这国家差不多就完了 比起夏捷的荒银残暴 商周王由过之而无不及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 夏捷商周就成了暴君的代名次 商周王也像夏捷一样 断送了先祖们创立的王朝 而对于商周王的是非功过 前文中教授又会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客观的来看商周王 现在学术界也有好多人认为 商周王并不一定那么差 就商周王真相就一无是处吗 也未必是 这个帝王当然荒淫暴虐残酷 但是他也做了一点事情 从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来看 还是有利的 有好处的 比如他开拓了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 商周王经常派兵出去打 这个人恐怖有利也想法多 那么这下就把当时还没有开发的淮河下游 山东长江流域给开发了 商朝疆域的扩展 促进了中原文明的传播 这当然有助于华夏大地生产的发展 这个是好问题 第二 这个商周王也曾经推行过一系列的革命的措施 革新的措施 他曾经推行过一系列革新的措施 反对神权 改革旧的风俗 第三 他打破了奴隶族世俗贵族的这种世袭制 大量的提拔新人 他只要看得顺眼 我也就把你用起来了 他倒并不一定非要看你的血统 大量的提拔了一些人 也做过这事情 第四一点 学术界也有人认为 商周王为古代中国的追踪统一 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思想的和物质的基础 是统一中国的某一位先驱人物 但是最后一点评价 并没有得到大家普遍的公认 但是有不少的学者也在提这个看法 这也说明历史上任何一个恶的人 你也要去具体分析他 这些在后来的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的事情 却在当时导致了商朝的灭亡 为什么呢 你要去开发淮河 开发长江流域 你就要用兵 用兵你就要消耗国力 你就要蒸发人民 你就要导致民怨沸腾 所以历史相当的复杂 在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代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殷商文化 也创立了中国最早的文字 贾谷 前面中教统认识 殷商文化不但为中华文明做出了中华贡献 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 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一点请大家注 《三字经》里边讲 商朝六百载不够准确 《三字经》不够准确的地方不多的 这是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商朝实际上延续了五百年左右 近五百年 不到六百年 也就是公元前的十六世纪 到公元前的十一世纪 商朝 在公元前的十六世纪到公元前的十一世纪之间 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的格局是什么样 大家想一想 大家不要把自己的思维和眼光局限于中国 大家马上就明白了 古代埃及王国 进入集圣时期 在遥远的埃及 古埃及文明发展到了一个 接近于顶端的一个顶盛时期 两河流域的巴比伦王国正在兴起 古希腊的麦西尼文明也在崛起 他们和商朝一起东西辉映 对整个人类的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当时的世界一片文明的形式 此外 我们前面也提到过 据说在商朝灭亡以后 一些移民 商的移民到了朝鲜半岛 甚至在国际学术界 今天还有人在推测 也有一些人想 商朝的一些移民到达了美洲 这就牵涉到后来玛雅文明的起源了 牵涉到印第安人的来源 这是个非常大的课题 也有人相信 还有一部分人到了美洲 这就对当地的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因为商的文明程度比较高 而商朝对于我们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是 商朝的甲骨文是我们汉字迄今为止知道的 最早的成熟的形态 甲骨文以前当然还有别的形式 当然不成熟 也不成体系 字的数量也不够 也没有形成这种比较大的记载量 而甲骨文是最早的 赵王的腐败导致了三朝的最终灭亡 那么是谁灭亡的商朝 商朝灭亡的过程是怎么样 请大家 请大家听下一讲 周五王 周五王 是法兽 八百战最长久 周舍公 王当瑞 崇安瑟 上游瑟 周五王 罚灭商周王后 建立了周王朝 周王朝历史八百年 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久的朝代 而历史上著名的周公和江太空 就是辅佐周五王灭商建州的重要人 那么周五王是怎么罚灭商朝的 而关于周公和江太空都有哪些神奇的传说呢 请继续关注复旦大学前文中教授 解读三字经 第二十集